尊敬的吴时先生 杨永先生 各位来宾 大家好 非常高兴到这里来参加腾讯安全的国际会议 我们知道网络空间安全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对网络空间依赖也越来越重 大众生活 经济建设 包括国家的事务 无一不运转在网络空间中 所以保证网络空间安全就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需要全社会都在这来努力 当然这里面有四个重要角色都需要参与进来 包括政府 包括建设者 包括运营者 也包括用户 当然了 政府的责任是最重大的 他们需要制定政策 需要去对国家层面的一些重要的设施进行投入 那么除了政府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运营者 因为我们在运营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发现安全问题来保障它的安全 那么腾讯作为网络安全的运营者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想他们在安全方面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立体的 全方位的一个角色 包括他们在运行 包括他们在研究 包括他们在训练 包括他们在对人员的培训 都展现出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而且网络空间包含范畴 跟传统的信息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的我们在说信息安全的时候 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上 但我们到网络空间 我们的范围就骤然扩大了 我们刚才反复看的前面的视频 像车联网 汽车 这都不是我们传统所讨论的问题 但是却是我们网络空间中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传感网 我们的物联网 包括我们的卫星 这一切都是在网络空间中 所以我们都需要下达力气 来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 来保证我们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去使用它 那么网络安全呢 它跟中国政府有一句话 叫做打造网络空间世界命运共同体 那么网络安全呢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别的国家不安全 这个国家还安全 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网络安全呢 就应该从国际化的视野来看问题 所以我们腾讯呢 搞的这个活动 是一个国际的论坛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呢 让在国际上呢 各个在这方面的权威 我们的各位大咖 在这聚集在一堂 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 分享一下新的一些技术 同时呢 也讨论一下新的挑战 这对我们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 进一步为公民呢 提供更可靠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也预祝我们这个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